我们看回到市场方面 美联储有释放出加息的信号 很可能也会多于市场预期的次数 那通胀危机持续之下 全球经济会受到一个怎样的影响呢 当前还有哪些经济体 面临到的风险是最大 贫富差距在不同的地区之间 会否进一步地加重 现在我们立即连线 建议国际董事总经理 首席策略师赵文立先生 来为我们解读 赵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那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 美联储官员和华尔街的经济学家 都有认为说如果通胀 持续处于高位 那美联储今年加息的次数 将会超过原本预期的三次了 那就您的观察 当前市场对于这个通胀危机 对于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 会怎么样调整或者改变吗 中国和美国 目前各自面临的内部压力 主要都集中在哪些方面 应该说自从美联储放弃 这个通胀短暂论的判断以后 全球特别是华尔街 对于通胀担忧 程度越来越高 所以从最近的一些市场预测来看 那么一方面 加息的时间点已经提前到了三月份 那么从加息次数的预测来讲 也有更多的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 预计加息次数可能会多于三次 甚至已经有一些买方的基因经理 或者比较著名的投资人 他们预计第一次加息的幅度 可能是50个BP 所以这些都指向货币政策收紧的速度 或者幅度会比原来预期比较高或者快 那么今年上半年应该说通胀 特别是美国的通胀 还处于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可能唯一就是市场的分歧 就是在今年下半年 那么通胀能不能够以一个比较快速的速度 回落到一个比较安全的水平 那么现在来看 由于美国这一轮通胀 它的贡献因素来源比较广 那么除了疫情相关的供给客的冲击因素以外 那么其他的包括房租 劳动力成本 包括一些结构性的因素 那么使得通胀在高危险的时间 可能还会比较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美国今年面临的通胀的压力 可能是持续的时间还是会比较长 那么从中国来看 中国目前的通胀压力相对来讲要低得多 那么前期主要是以公元材料 PPI这方面体现的比较多 那么但是从今年初以来 那么PPI渐点下行的趋势也应该是比较确定的 反而短期内经济下行的压力 可能在中国经济里面体现的比较多 所以刚刚公布的四季度的GDP 还是略微好预期 但是也是跌到4% 所以在目前来讲 两国的货币政策 这个呈现分化的可能性比较大 另外有学者就指出说 在全球高通胀和利率上升的一个前景当下 较为脆弱的新兴经济体 还有发展中经济体将会要面临到比较严重的风险 而货币政策将会进一步来拉大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贫富差距 那么您对于这个观点是持一个怎样的态度的 这样的一个分化 什么时候会明确地体现出来呢 应该说在全球经济都进入到一个滞胀或者内滞胀的情况下 那么在一些边缘的和脆弱经济体现的这个通胀的压力 和经济下行的这样一个风险呢 两方面都比较多 所以从疫情以来呢 我们看到全球经济的复苏 即使从疫情最这个简单的时间这个爬出来 但是呢 从这个曲线来讲应该是一个K型的 也就是说 一些核心的工业国家和比较大的经济体 那么他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对抗这个疫情的能力比较强 供应链修复的也比较快 相对来讲呢 一些在疫苗的供应啊 包括疫情的防控啊 还有一些这个对外依赖度比较高的一些经济体 那么他们的这个控制通胀的能力 和这个恢复经济通胀的能力 都是相对比较弱的 所以这种状况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今年底 或者到明年初 也就是说在全球疫情整体 这个比较实质性的受控以前呢 那么这些退入经济体 那么他们面临的智障环境 仍然是比较的恶劣 所以在美国又收紧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呢 前期意外外部资金比较多 杠杆比较高的这些新型市场呢 他们可能会面临在资金外流的时候呢 资产价格的这个下金压力比较大 那么经济这个放缓的风险相对比较高 嗯 那我们再看回到中国内地方面 就是在今天啊官媒呢 官媒的两大媒体 中正报和证券时报 这两大证券报都齐齐发声 而且旗帜鲜明地表示 说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那么就简单地从这一个表态来看啊 您觉得它背后有怎么样的一些更深远的意义 值得我们去探究 那么内地的资本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或者是影响吗 应该说从过去几年的科创版的推出 到创业版的这个存量的改革 以及到微交所 这样一个新的交易所的设立呢 我们看到注册制已经从一个增量的改革 变成了一个变成一个存量的就是存量的变化 那么这方面呢 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更好的这个配置 这个配置包括资源在内的这些 这个资本市场的一些效率 还有就是服务市经济方面 帮助都会比较大 那么今年的证监会的高层也已经表态 就是会全面地推出全面地推出注册制 那么现在看来呢 这样一个时机也是比较成熟 那么未来呢 我们相信就是从市场整体的表现来讲 那么大起大落的风险 可能都不是特别高 短期内呢 市场更多的是一个相对平稳 健康的一个运行 那么更多的可能体现在一些 经济转型也好 或者说未来更好的 服务势力经济的这些标的 那么从中小股票的一些 结构性行情来讲 可能体现的比较多一点 那么从短时间内来讲呢 因为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还是一本增长为主要目标 所以这一块的一些价值性的股票 可能有一些固执的修复 那么等到市场会不平稳之后呢 我们相信就是结构性行情 还是围绕着未来 包括结构转型 包括这个科技创新 和这个双循环为主的一些 这个国内经济的一些主题的展开 好 谢谢 那我们再看到港股方面啊 您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啊 可能也是假期临近 但是呢 香港的疫情防疫措施 却丝毫没有放松 那现在很多商家零售业 都是齐齐叫苦 您觉得对于哪些板块可能影响会更大 那么投资者要怎么调整一下自己的投资部署吗 可能原先大家预计的 比如说去年底 实现一个小规模的这样一个通关 那么到今年的三四月份之后 实现更有规模的一些免减疫通关 现在来看呢 这个时间表可能会向后拖 但从目前的几周的疫情的发展来讲 相对还是比之前担心的最坏情况要好很多 所以说未来特别是跨越春节这个阶段 如果没有更多的 更恶劣的这些疫情这个蔓延的情况 那么春节之后 疫情逐渐回复平稳之后呢 香港如果能够累积 比如超过14个这个工作天啊 那个没有进一步 这个无源头确诊的话 那么重新启动 通关的这个工作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应该说最晚的话 可能在今年的第二季度呢 实现一个真正意义上有规模的 这样一个年纪 通关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 所以相关的香港本地股票呢 我们觉得还是现在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机会吧 那么从香港市场整体的 估值修复空间来讲 因为去年落后前景也比较多 所以估值现在处于一个历史的一个低点 那么我们看到去年底到今年初呢 市场已经是在这个两万三左右呢 支持是比较强了 所以相信呢 今年这个香港市场的表现 整体要比去年要好 那么相对来讲 可能跟其他的周边市场的表现来讲 也就是从相对收益上来讲 也会感谢了比较多 好的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这一时段呢赵先生啊 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全面的解读 谢谢您 好的 我们也是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再见 再见 稍后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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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大家看到